大家好我是Sperol的Alex 歡迎大家來到Sperol網上訓練室 今天會主要教大家系統權限管理的一些設定 我們先會從權限管理的概念做一些簡介 然後還有一些權限管理的示範 在權限管理內我們總共有四個部分可以供各系統用戶來設定權限 包括有團隊的權限、用戶的權限、手機用戶的權限 以及個別手機用戶看到個別會有的權限 同時我們在每個權限管理下 我們總共有四個部分可以供來設定的 包括有手機程式、系統程式、系統的一些組件和其他部分 當中也包括有分會、會有類別、組別分類、名單等等 在權限設定內總共有四個不同的權限設定 包括沒有權限、有閱讀的權限、修改的權限或刪除的權限 你可以按照個別用戶或團隊來進行這些權限設定 我們首先去到左手邊的系統管理下的團隊權限 在這裡你去設定 比如其中一個是董事會 所以在所有的權限管理中 你做的每一個更新 只需要按一下 它就會即時在用戶的層面也會更新 比如我們現在只給Test.Alex這個用戶 在董事會這個團隊裡 然後我給它的權限就是 會有名錄、會有資料 和聚會紀錄、聚會群組 再之後我們也設定 它是屬於哪一個區 比如它可以看到的 是少青木區裡面的資料 但它也沒有收過的權限 當完成這些設定之後 你只需要去回 這個用戶 在這個用戶裡面 當你登入之後 它能夠看到的資料 在左手邊 你就會看到 只有會有名錄 會有資料 和聚會資料裡面 我們剛剛給它的聚會紀錄 聚會群組等等的一些簡單的資料 而當它進入裡面 由於它只有閱讀的權限 甚至這個組件 它只有閱讀的權限 它並不能夠更改 另外這裡譬如有關 這些去設定新的聚會 更改這些開始的時間 結束時間等等 這些設定都是關乎 你去配備用戶有什麼權限 如果你對於個別用戶的權限 但是想有更改 你只需要去到左手邊的用戶權限 或者手機用戶權限 甚至手機會有用戶權限 去做一些更改就可以了 但在我們的建議 最好你仍然是 採用團隊權限 來做管理 以至所有的權限都能夠做到一支 祝福大家使用愉快 想了解更多Sperol系統的功能和發展 歡迎訂閱Sperol YouTube Channel 以及瀏覽我們的網頁 www.sperol.hk